作為老牌住宅區 吸引城中名人入住 落樓有齊各國餐廳 成為不少人夢寐以求的居住地方 Henry 何文田這環境很好 真是地靈人結 是呀 何文田位於九龍市區的傳統名校區 搬進來住的都是望子成龍 只是九龍城區幼稚園 中小學加上有超過200間 成為全港最多校的地區 還有冰灣中學數量更加強 一共有16間 屬於全港18區裏最多 如果家長一心上希望子女讀名校 這區接駁率比其他地方高 再說近年何文田區更多了一個新優勢 就是鄰近九龍東的啟德發展 即是香港第二個CPD 未來兩區將會產生強大協同效應 有望帶動這區的樓價向上突破 所以近年多個發展商都 大力發展何文田一大區域 為社區再次帶來新動力 當中包括全新住宅Wild Residence 再落在自由度11號 由萬科香港發展 屬於單棟式住宅 提供165個單位 固形由開放式至到三房 以細單位為主 適合單身貴族和新婚家庭上車 現在是最新的地圖 所以我們要開放大千歳 一到二去年 最新的地圖 是為一的 最新的地圖 特大千歳 一到二去了 一到二去年 Wild Residence 最大的賣點不單是位於名校網 還享有港鐵兩站優勢 只要大約10分鐘的步程 就分別到旺角東站和港鐵旺角站 在瓦介路街和窩打路都有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穿梭港九新界 駕駛的話 附近亦都有紅隧和獅子山隧道 更有機會受惠於施工中的六號幹線 縮減前往九龍東 以至是東隧的車程 台灣附近的大業註冊 紐寧都比較高 未必可以做到30年按揭 吸引力亦沒有理想 但若然有新樓落成就不同了 第一 可以做足30年按揭 第二 近年的新樓都是以中小型的單位為主 容易做到高成數的按揭 兩個因素加起來 更加容易幫助到年輕人上車 再參考附近的新樓 大約尺價為了住2萬元起 而尺租就為了住50至70多元 我認為價錢合理 再加上一階資格就已經旺過了 物業肯定保持潛力 放租亦很容易 所以無論是投資或是借用都會非常理想 這也是 這一區最特別的就是寵物配套 一應俱全 方便不少主人 不過就算沒有養寵物 這一區旺中大靜 上班上學都這麼方便 下街就是勝利道 食屍臨立 過條馬路就已經旺角了 有多個大型商場 又有新興過江龍餐廳 和米芝蓮餐廳 另外文魚康樂設施 亦都非常豐富 無論是自住還是租任 潛力都非常可觀 既然以上優點 很受區內和區外的家庭追捧 而在荷民田和旺角之間的新樓 很少 地皮也有限 往往要通過漫長的重建計劃 才會有新樓供應 所以可以說 蘇州過後沒有聽到 對呀 作為家長 當然希望子女 可以在這一區讀到名口 還可以和旺角一階之隔 享受到食玩賣和交通方便 就好像這個地段的名 Wild Residence一樣 好像黃金那麼矜貴 絕對值得大家考慮